整個俄乌戰爭的這樣持續了這幾個月下來 整個國際的燃料的成本 真的是漲的有史以來沒有漲過這麼多 所以現在的漲幅事實上 都還沒有辦法cover台電的虧損的情形 所以也請大家一起來提議 我們對台電的財務的穩定 就是為了確保讓台電的供電是可以穩定的 那因為大家對台灣的供電的穩定是非常關鍵 因為我們有非常高比例的製造業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對台電的這樣的一個財務 還有它未來需要再做改革的電網韌性的部分等等 那都是需要有一個健全的財務來集成 台電事實上這一次的電費的漲價 也只是做一部分的虧損的泥土而已 事實上並沒有完全反應台電的虧損 所以在做各種考量之下 一定要有一些的衡量的考量 確實我們中油跟台電都因為承擔的國際原料的一個上漲 有承擔這樣的一個虧損的狀況 那不過我們的國營事業也確實在 對於穩定物價的部分有它的政策任務 那我們都會持續的就台電跟中油的這個財務的穩定 一定都會密切的來注關注跟檢討 整個俄烏戰爭的這樣的持續的這幾個月下來 整個國際的這個燃料的成本 真的是漲的有史以來沒有漲過這麼多 特別包括燃煤跟天然氣 那這個燃煤的漲幅是過往的三四倍以上 所以現在的這個漲幅呢 事實上都還沒有辦法cover這個台電的這個虧損的情形 所以也請大家一起來提供 對於學校裡面 我們本來就都有一些優惠的電費 那這一次我們是針對高中以下 這種義務教育的部分呢 確實沒有漲它的電價 讓它可以動漲 那至於大學的部分 那大學部分有沒有因為這樣而發生了什麼的困難或者問題的話 那我們這邊也會來跟教育部做了解 來跟教育部做討論